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心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雨龙雾 乐儿雪柳黄金绿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月兽国在最西边 千百年来 太阳每日从这里沉沉睡去 月亮便披着满身的星星爬上天空 因月兽国是第一个看到月亮升起的国家 因此月兽国的子民总是 在傍晚时分会放下所有手中的活迹 洗去一天的疲惫 在傍晚时分走出家门 欣赏这月色 但最近这一年月兽国 却早已没了这种习惯 今年不知是什么原因 原本水草丰沛的月兽国 竟然一整年都没有降雨 百姓依靠着雨水滋养土地 用以维持着生计 但在这一年几乎是饿瓢遍野 加上边境接连不断的战火 令月兽国在今年的人口骤减 简直可以用名不聊生来描述 月兽国军命国师推演 得到上天的启示 将于新一年的延期前后 月兽国将面临巨大的改变 但是什么改变却如何推演 也是得不到指示 既是上天有所指 月兽国军也无可奈何 只好一面安抚百姓 一面亲自领兵出征 好不容易才在新年之际 获得了几场胜仗班式回朝 郑国大将军白烈一回道王 都就直奔将军府 府中前两日书信说 白夫人这几日精神极差 胃口也不好 他一说恐怕再过不久就要生产了 算算日子 已是快要到新年元席了 白将军知道国师推演的蕴盘 知道新年前后举国将会有极大的改变 因此白将军日日担心 生怕自己的孩子一出生便遭逢果破 一进府中 白烈便往寝室中跑去 白夫人一身白色寝一躺在床上 一副精神不济的模样 着实有种我见有脸的感觉 白夫人父亲是当朝载府 哥哥是与白烈齐名的威远将军 白夫人是家中小女 向来最受疼爱 但却毫无交说习气 反而自小之书打理又不是活泼开朗 载府大人并不期望自己的小女儿 嫁给什么高官后路 只希望自己未来的女婿品行端正有责任感 因此在月寿国众多青年财经中 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仪表堂堂品行端正的白烈 索性 白夫人对白烈 两人更是一见钟情 婚后更是恩爱甜蜜 躺在软榻上的白夫人见白烈回来 一时间眼神放光 心情和精神似乎也一下子好了不少 白烈将军明显能感觉的白夫人的心情 瞬间自己心中也安慰了不少 妇人 还好嘛 白烈坐在床边轻声问着 一只手轻轻抓起白夫人的手 白将军常年征战 手上的剪子大大小小也不少 因为怕弄疼了白夫人 因此在抚摸白夫人的手时格外的小心 白夫人当然明白白将军的温柔 奄然一笑 道 刀好 这次回来能在家住一段时间吗 但 一直等到你生产 白烈知道国师的推演 心中下定决心 这次一定要等白夫人平安生产之后再走 时间飞逝 转眼便来到了元熙 国师推演的运盘说元熙前后 既然之前什么都没发生 那就在元熙当日或者元熙之后 此时的月寿国 君王殿中 大臣们都秉心宁神 元氏应该休假 在家中的各位公骨 也因为国师的推演于元熙当日在王宫中待命 白烈自然也在其中 但令众人都大失所望 今日的白天的元熙 什么也没有发生 太阳依旧是东升西落 君王只好让大臣们散了 因为今月元熙 加上一年未曾降雨 就连月寿国西边的月亮河也即将要干涸了 月寿国军觉得实在亏欠百姓 因此一早便明日在元熙当日好好热闹一番 所有之初全部都有文工承担 因此今年的元熙 灯火如晝 百姓们也因为如此美丽的景象 暂时忘却了一年来的烦恼 今晚若说有什么不同寻常的 那便是今晚的夜色不太寻常 众位大臣从王宫离开时已是傍晚 太阳已燃西沉 月亮已经爬上了天空 但不同以往 今晚的星辰却异常地明亮 且较往日更加烦眉 大臣们三三凉凉走出宫外 看到这满天烦心不觉有些入迷 载府大人与威远将军和白烈一样 实在无心欣赏这满天星辰 三人快步走出宫外 起码成交第一时间来到将军府 方才家里小厮在宫外传话 说是白妇人腹痛难忍 恐怕是要生了 三人风风火火回了将军府 白妇人所在的寝殿已然紧闭 屋中不时传来白妇人痛苦的哭喊 白妇人的娘亲正坐镇屋内 载府大人连同白将军 以及威远将军 都一同在屋外来回踱步 听着白妇人一声高过一声的哭喊 都焦灼不已 此时 街上当儒昼 满天烦心却没有因为 凡间的烟火引没了光芒 反而更加地闪烁 天空黑得像一个抹盘 不时还有一阵阵凉风吹起 将军府外更是人来人往 宫内的君王听说 载府大人之女 郑国大将军之妻临盆 自然也是派去了宫内全部的御医 送去了很多药材 并下了命令 无论如何都要报将军夫人安然无恙 君王自然明白 郑国大将军 威远将军 以及载府大人对月寿国的重要性 白妇人这一胎 甚至比君王自己的公主王子出生 还令君王重视 如此大的阵仗 来往的行人自然也知道了 将军府白妇人芸汐当日临盆 真是个好日子呢 这个孩子一定是带着福气来的 都倒是有福气 可夫人现在却如此痛苦 下人在一旁议论百姓的话 被白妾听了进去 忍不住说道 白将军爱妻如命 这是月寿国人尽皆知的事情 载府大人虽然爱女心切 但见白妾如此 内心也着实安慰了不少 到底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异国载府 此时反过来安慰白妾道 冷静些 哪个女人生孩子都是要九死一生的 相信月儿一定会没事的 载府大人话音刚落 就听见屋内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与叫喊声一同出现的还有一声洪亮的啼哭声 就在这啼哭声出现的第一时间 白妾将军 威远将军 连同载府大人一时间欣喜若狂 不多时 屋内的接生毛毛便打开门 一见到三位大人 便拱手道喜 恭喜载府大人 两位将军 夫人平安担下一位小姐 接生毛毛说完 三人更是要第一时间冲进屋内 却被迎面来载府夫人堵在门口 摇了摇头 道 现在还不可以进去 白妾将军道 月儿可好 月儿一切都好 只是刚生产完有些虚弱 稍后休息一下 以后再调养调养 就没什么大碍了 白妾这才彻底松一口气 正当此时 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 雷声响彻天际 闪电更是划破了月兽国的沉沉黑夜 王宫内 君王国师已然得知 白将军喜得异女 国师看着这电闪雷鸣的夜晚 不由有些激动 道 王军 今晚或许要下雨啊 王军听了国师的话 转头看着国师 然后望着还有些许 隐藏在闪电中的星辰道 国师啊 白将军生了个好女儿啊 国师自然明白王军之意 欣慰得不住点头 原本星辰浩荡的月兽国 在一阵电闪雷鸣之后 竟然下起了雨 相比于今夜明亮璀璨的灯火 今夜的雨更加令人欣喜 更有想象力好的人说 郑国大将军带兵打仗 保平安 生下一女 便为月兽国带来了罕见的大雨 实在是福星降临 当然 这样的话总是不进而走 就在大雨浇灌了干烈的土地 整整一夜后 王宫中也听到了这样的话 王军沉思一番后 命人传指 封镇国大将军白猎之女为公主 赐名白婉兴 意味 公主携月婉兴而来 为月兽国带来福气 九重天上 闹哗尽前 东华帝君歪着头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关起了嘴角 不由说道 小白就是好 无论到哪里都如此夺目 连宋在一旁 摇着扇子悠悠说道 难道不是私命这本子改得好 说着 连宋还朝私命头去一个 心照不宣的眼神 本想着私命可以凭借他这句话妖功 却没想到此时此刻的私命却是汗如雨下 颇有些惶恐的样子看着东华帝君 哦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